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明晚要播出的剧情当中 十月找到了安宁 把手头所有的产业都还给了安宁 但凡是从安宁那里得到的 十月要统统的还回去 她觉得安宁虽然给了她知遇知恩 也感激她的栽培之情 但是在此刻呢 她们应该做一个了断了 安宁回想起多年前 她不仅仅是救过十月一命 而且在她自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十月也是挺身而出保全过她的心灵 其实呢 这两个人也是同样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和波折 但是最终却没有走到一起 安宁非常非常地后悔 自己放走了这段感情 可是在目前看来呢 想要挽回 却比登天还要难 之后她会怎么做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现在看去外面 觉得还美吗 没 今天的景色 比以前更美 开香槟吧 你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 也开了一瓶香槟 连杯子 我准备的都是当年用的杯子 怎么不问我 为什么觉得今天的景色特别美 你说 因为今天的我 要学会放下 以前的我 一直以为都能放下 原来我舍不得 我舍不得你给我的一切 这是酒吧 庄园 度假村的股权转让西医 还有车 全部还给你 当年你跟我两个人刚到美国 我们一无所有 白手起家打拼来的那笔钱被我带回国 这笔钱干干净净 但对我来说 这笔钱是我们共同的 不是我世约一个人的 现在我把他们全都还给你 就到你给了我七年的时间 让我有机会证明自己 谢谢 世约 你要想清楚 把这些东西还给我 我唱着歌 你就是一个一文不值的穷光蛋 从你第一天认识我 我们就是这样 后悔武器 我的心 你没有还给我 看来啊 这安宁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各位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精彩的剧情 一定要记得每晚19点30分 锁定这家卫视南方有乔木 当然除了好看的电视剧 我们的自办栏目也同样非常的精彩 在昨天晚上刚刚播出的王牌对王牌当中呢 我们迎来了一群精英玩家 没错 当睿智男孩遇上机智少女 全新游戏是火力升级 同时啊 我们经典的传身筒游戏 也是让现场观众开心得不得了 那今天呢 我们的好看中国蓝 就要给大家放送独家内容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让这些精英玩家都陷入了窘境呢 马上接着往下看 先让沙依老师 徐正老师 还有我 我们仨要去 沙依哥第一个吧 好不好 真 真哥在中间 中间 在这儿 好 我们来看一下是谁和你们一起来玩啊 来 尤其我们的观众朋友 欢迎他们 又是外国人 也是你们美少女队的 大家好 你们两位今天就要正式加入我们这个众国 回来 外国的朋友根本不听你在说什么 他俩不会中文 回来 他们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刚才说回来你听懂了吗 这能赢吗这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苏梅明的我来自老窝 来自老窝 对 那我刚才说的什么你都没听明白啊 怎么来自老窝 你爸说了俺都知道 你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苏梅明 我来自巴基斯坦 学什么专业的 我的 为什么还要小说 真正考验各位 是不是精英玩家的时候 就看这一轮了 到底面对什么题目 后面四位请戴上耳机先 我都替他们出汗了 太难了 好 来 我们请王牌女郎沸沸 给大家展示一下题的内容 好多话啊 这连我都不懂 哭哭反唱 沙依 沙依都懵了看来 不 说实话 我都不懂 怎么传呢 沙依准备好了吗 上火了 上火了 这怎么传呀 那来 三 二 一 开始 半事 半事 坑斥别度 秃了反账 半事 坑斥别度 秃了反账 来吧 一眼娃 一眼娃 我再来说一遍 再来一遍 半事 坑斥别度 半事 坑斥别度 秃了反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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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秃了反账 我看你是要整事 对 我看你是要减事 减事不对 整事 减事 不是 就记两个 半事坑斥别度 秃了反账 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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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半事 这是半事 对 坑斥别度 秃了反账 秃了反账 对 就记最后一句 哇 白 白色封桌别墅 对 风很大 白色封桌别墅 通光别墅 头发的书来了 再说一遍 白色封桌百度 对 白色封桌百度 对 白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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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封 白账封桌百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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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佳姓 白色风 搜百度 百佳姓 百...其实无所谓你说吧 放弃了嘛 就是放弃了 都一样 白色风 搜百度 百佳姓 百佳姓 一说一咬脑袋 说什么都一样 白送我都 白送我都不要 百度搜搜百度 白送我都 白送我都 谢谢 好 时间到 来 小元 直接到前面来 也不许再有任何沟通 发挥你充分的想象力 你就往那个什么 什么就是你的人类的极限去想好 鱼儿 这题过吧 不要受他们的污辱 谢谢 鱼儿 不要受他们的污辱 快对你一个字咱们就算胜利 我觉得有可能 指不定这一轮 一个字能决定胜负 真是 哥 你给我放点水 给我提示下什么方向的好不好 什么方向 对 类型 斜向那个角度的方向 这个方向 你往这个方向走 往这个方向去思考 对 这一方向 那就东北嘛 东北那就 东北方言嘛 还带用掌声提示的拿 观众朋友们 谢谢 观众朋友们 谢谢各位亲朋好友 这样 我就 我就让第二位直接来跟你传递一遍 怎么样 这已经放水放到天上去了 好 第二位 来 你跟小元面对面传递一下 好 白色和什么野猪 番茄酱 番茄酱 番茄酱是吗 还是吃的 番茄酱 给个正 最后你确定的答案 我们看看对几个字 白色米饭吃的多 甲林爱吃番茄酱 可以吗 还真是成了个句子 真的有对的字吗 对一个字 蒙对了一个字 太棒了 天哪 我就是天才 天哪 一个字就是胜利 这队第一题对一个字 来换一下 娜娜 张天 咱们仨 好 沈藏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这轮和你们搭档的观众会是谁呢 来有请他们 好 来 这边请 我认得你 那个 是那个名字特别长的那个 你叫李白对不对 对 李白 记得吧 原来来过 他中文很好 他中文很好 你这位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名字大武德 我是土库马斯坦人 我学习在浙江理工大学 也是浙江理工大学 对 哪里人 土库马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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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李白 二号位和四号位 我学习把第二位和第四位 放在一起就好了 就他们俩连在一块 对 是个绝招 使用特拳 使用特拳 怎么用 让第四位和第三位换一下 太好了 天爱到第四个 天爱他用特拳了 你要到第四个 让你俩换个位 用特拳了 这个我怎么办 加油 多戴上耳机 好了 接下来 我们有请王牌先生 来 蔡俊涛 把题拿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别弄一个我都念不了的 就尴尬了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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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给我换道题 这个直接就卡我这了 我比李白不强了 这个 可以了吗 第一扇门 开始 红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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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绿鱼 鱼绿鱼 鱼绿鱼绿鱼 哈哈哈哈 李白好棒啊 再来说一遍 红鲤鱼 红鱼 红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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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绿鱼 什么还有呢 被当成 还强 红鲤鱼 雨绿鲤鱼 被当成锦鲤转发了 美女 美女 红鲤鱼 红鱼 雨绿鲤鱼 雨绿鱼 被当成锦鲤转发了 你记记这句吧 你从一步一遍 被当成锦鲤转发了 雨绿鱼 来 下后 雨绊鱼 下后 杯鲤鱼 杯鲤鱼 好鲤鱼 好鲤鱼 杯鲤鱼 杯鲤鱼 这真的是在划拳 跳一个让划拳的 打开 里面 彈鱼 专碗了 齐鱼 各彈鱼 白球 一个 是 肯定是绕口令是吧 对 他说 他说的 是个英文的绕口令 最关键的意思 白痴 英文意文 我们只能用声调去猜 白鲤驴 或是红鲤驴 红鲤驴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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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驴 有吗 后面是这个 有可能 白鲤驴是什么 不知道 蓝鲤驴 白鲤鱼 红鲤鱼 红鲤鱼 绿鲤鱼 对 红鲤鱼 白鲤鱼 鱼鱼 太厉害了 白鲤鱼 红鲤鱼 时间到 我就想问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颜色的鲤 在你给答案之前 兄弟 再跟他说一遍 给我一个机会吗 白鲤鱼 白鲤鱼 白鲤鱼在这里鲤鱼 白鲤鱼在这里鲤鱼 在这里鲤鱼了 答案是 白鲤鱼 红鲤鱼 绿鱼 白鲤鱼 蓝鱼 鱼鱼 鱼鱼 鱼鱼是什么 你再给我说一遍 看你蒙对几个字 白鲤鱼 红鱼 绿鱼 蓝鱼 白鲤鱼 鱼鱼 鱼鱼 是花鸟市场吗 是吻合的 有七个字 红�鱼 与绿鱼鱼 是吻合的 你们真能猜 居然能猜到这个 因为它声调队了 声调队了 然后你主要是往那个绕口令上面响了 一响就容易搭到这个调 对 有这个节奏在里面 通名 非常透明 对 谢谢他 非常透明 看来加入外国友人之后的传身筒游戏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那我们本期的王牌对王牌 除了我们的精英之战非常好看之外呢 还有一个元素就是他们的演技大切磋 比如说徐珍和沈腾的经典重现 比如说王立坤的哭戏 都是让人印象深刻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好看中国篮就要给大家继续独家放送这些非常好看的演技挑战 千万不要错过 接下来呢 腾队 你要面对的这个挑战的片段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你冷静 是有劲吗 你冷静着 怎么你从暖冒出来的气盘你说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吃砸了 我不要了 你没了吗 这个好 我来演这个 是你演吗 不是我演 你打我 好点了吗 你敢打我 我小时候犯梦的时候 我妈就经常打我 你是不是一生下来你妈就传女人 直接把你传到地上了 我警告你说我行 别说我妈 我就说 要进步不要妻子 我妈做的 这你得找一个 现场找一个保强的扮演者 保强的扮演者 从气质上来讲 你们是想小元有两段相见的 那你们还把不把王元当偶像派了 从气质上来讲 那歹是我师哥 谁演杀艺 杀艺 杀艺 杀艺哥演保强 可以 可以 气质都比较憨厚那种 但是 我得说 我来演徐峥这样伟大的演员的作品 我一定要借助点道具 可以 好吧 不算耍赖吧 这是个头套 太难了 来了 这是什么头套 这是什么头套 这会游泳 游泳来了 本身就像个老太太 你做月子呢 碗子变成卤蛋了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给郑哥留点希望不行吗 非他把这点冰角也 耳朵再留外边吧 这不就刚才说的年轻版的吗 好 好 好 来 准备好 好 三 二 一 你冷静 我怎么成 我师哥上来演一样的那个老太太 二位大娘 从来 从来 但是 易哥一上来 他的面部表情 有那个 是真的 真的像的 是真的很像 特别真诚的 好 进入一下 我不看他们这个 我有点要嚣张 三 二 一 开始 你冷静点 你这个二道无穷大西游戏吗 你冷静点 你就这一句是吗 好 从哪儿冒出来 你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一个奇葩 你说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全打了 别这样 大哥 您冷静点 我不要了 你满意了吗 真打 好 好点了 妈 你敢打我 我小时候犯蒙的时候 我妈就这样打我 什么事一生下来 你妈就杀你来着 直接把 直接把你给杀地上了 我告诉你 你说我行 不能说我妈 要杀妈就是杀儿子 我妈说的 你又跑下来了 沈腾为了模仿徐珍的经典光头造型 竟然是脑洞大开戴上了勇帽 真的是让人笑得直不起腰 没错 那沈腾真的是喜剧演员当中的王牌 由沈腾 玛丽和艾伦主演的电影 修修的铁拳 大家都看过吧 他们也获得了2017年的国庆档的票房冠军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您将看到由开心麻花原班人马为您上演的 话剧版修修的铁拳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靠打甲犬婚日子的艾迪生 把来和正义的追求的体育记者 马晓是一个冤家 没想到因为一场一败的军事 两个人发生了身体固患 谁帮女的呢 穿着玩这不是遭罪的吗 怎么办呢 艾迪生 你记住 现在你是艾迪生 我是马晓 一会儿别传帮了 艾迪生 干啥 你叫我呢 艾迪生 我是今天配合你打甲犬的选手 董文明 一会儿在场上的时候 你还是用你的大招把我放倒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再见 再见 我打不了打不了打不了 怎么打不了 我怕疼 打甲犬你比划比划就行 咱不都说好了吗 我替你主持 你替我打拳 要不这样 你替我主持 我帮你弃拳 过分了吧 反正打不了 能打 我告诉你啊 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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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 这都几点了 比赛都开始了 怎么还不进去呢 你谁呀 这是我们台长 去呀 在垃圾混呢 说什么呢你 还有当什么人了 拿着 户口本 下午民政局限 我走了 我跟台长领证去了 我打还不行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第六届 全国无限制格斗大赛 比赛现场 本场比赛 由未免全防 乌梁对战刺头猛子 这个刺头猛子 看起来是异常的猛 而且有着23场连胜战绩 是的 但是我觉得乌梁 根本没有把他的对手 放在圆里 我宣布 比赛正式开始 比赛正式开始 好 双方在试探边腿 乌梁就漂亮 漂亮 K.O. 我宣布 乌梁KO的对手 乌梁获胜 乌梁获胜 乌梁赢了 他再次向我们证明 什么才是真正的 未免全网 是的 I love you 这有什么的呀 就这两下子 比会比会我也能 小小 阿梁 你给我扫开 阿梁 你先打得真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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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梁兄 你是不是没有病 小小 嗯 很轻的呀 轻胖 我看不起你 小小 你病还没好就过来看我 你太高兴了 误会 我看他阿梁来 阿梁 你听我给你解释 你给我闭嘴 不是像他这种人 有什么可看的 你看他哪像个男人 我本来就不是男人呢 不是 你这么理直气壮 都不要脸 你是怎么做到的 爱迪生活 你住手 师傅 吴梁 我徒弟什么时候 轮到你来教训了 这不是传说中的冯奶奶吗 奶奶是你叫的吗 叫妹妹 那你要是这么聊天的话 我就不想跟你说话 不是 你给我让开 好吧 大家好 第二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是的 我们今天也请来了两个特别的嘉宾 她们是著名记者马晓和格斗界的泰斗冯奶奶 有请二位 有请 奶奶好 你们好 你们好 真漂亮 谢谢奶奶 是的 那么我们先请选手入场 第一位出场的是 500号夺名三号生的董文明拳手 有请 好 她的对手那么是谁呢 是谁呢 那就是与天斗齐乐无穷 与地斗齐乐无穷 小霸王齐乐无穷的 超级小霸王 爱迪生选手 加油 加油 爱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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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比赛正式开始 她们怎么不动呢 是的呢 爱迪生动起来 来呀 来打我呀 打我我也不还手 我不还手 好 董文明选手咆哮了 爱迪生是否要出拳了呢 她是不是要出拳 她要出拳了 这将是雷霆半天的一击 撒娇呢 哥 我要动手了 再不动手就要被识破了 对 对 耳朵 耳朵 爱迪生竟然使用了耳朵 不动手 不动手 比赛到了这里 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断 她们是在打假拳 朋友们 让我们继续看比赛 看什么比赛 比什么赛 你完了 你打解说员 你等着吧 法院见 等着吧 医院见 好上来给我一眼泡 没事吧 还能看着我吗 慢点慢点慢点 完了 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回到比赛现场 第一回合比赛还剩十秒钟 两位选手都应该抓住这最后的时机 酷 是的 艾迪生她 哭了 她哭是因为 她终于遇到了一个能够打到她的拳手 真是激动的泪水呀 朋友们 你是不是该干点什么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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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败了哎呀 把艾迪生赢了 是的 她是第一个在擂台上用泪水哭影对手的拳手 艾迪生赢了 经裁判组协商艾迪生选手哭影对手的行为 涉嫌打假拳 我们将给予她停赛调查的处罚 好 好 是吧 你怎么等着 你要干什么 铁锅炖自己 铁锅炖自己 等等 除了王牌对王牌 明晚的中国梦想秀 又会为您带来怎样精彩的内容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如果只剩一条腿 你还会梦想奔跑吗 出门上高速前就撞上了护蓝 一瞬间就帮助我截至了 不但要奔跑 还要跑得更快更远 健康和行走对我是那么的重要 但是现在的我确实比截至之前 无论是健康还是强壮程度要好态度 180天她要用一条腿 挑战一个不可能的距离 180天我要鼓务穿越临海血缘 我要在这里每天一小时 进行我的抗蓝血缘 穿越临海血缘 其实比我想象的还要困难 我知道接下来的每一步 我都需要更加谨慎 更加小心 非常感动 特别棒 今天过后我也会 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 好看中国蓝的全部内容了 不要忘了 每周午晚要锁定浙江卫视 王牌对王牌第三季 也要听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明天晚上的中国梦想秀 第十季在等待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